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呢 咱们开始讲述消失的女友 这事发生在哪呢 湖北省黄冈市 黄冈市可以说是全国文明 尤其是在中学生群体里边啊 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噩梦般的体验 因为黄冈的中学教育真的是太优秀了 我记得我们上中学时候 只要一做这个黄冈考题 大伙都是抓耳挠 再欲哭无泪啊 这事啊 发生在13年6月6号 这一天呢 黄冈开发区新港路派出所门口 大晚上就有人光光的敲门 快开门呐 我要报案 出事了 民警呢 赶紧就把门打开了 把报案人呢 就叫下来了 什么事啊 这报案人就说了 我女朋友不见了 这个报案人呢 叫小方 说6月4号晚上 我女朋友一夜没回家 6月5号 我找了一白天 还是没找到 这不现在都凌晨了 我这也太着急了 这赶紧过来报案吧 她的女朋友呢 叫叶新 大家呢 也跟她叫叶子 和这个小方啊 住在一起 当年呢 是19岁 长得很清秀 挺漂亮的 在黄冈市天宫一号KTV 做公关经理 平时呢 下班晚 所以啊 这一天晚回家 小方就也没在意 可是直到找不到叶子开始 小方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因为从6月5号下午开始 叶子的手机呢 就是关机状态 又没回家 说30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消息 小方心里边就琢磨 不可能一晚上加一白天 又不回家 又不和人联系 这才来到新港路派出所 报失踪 在当年呢 还有一个规定啊 就是未满48小时 是不云立案的 可民警啊 看小方也确实着急 这么着吧 我们呢 跟你一块去找找 就来到了小方和叶子 租住的地方 到了家里边啊 没有发现任何叶子 回来过的痕迹 那就在周边再找找看吧 在他们租住的这个地方 20米左右的一个草丛里边 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这塑料袋里呢 有一桶泡面 有几根火腿肠 哎 这谁扔到这儿了呀 也没吃 扔到这儿这不浪费吗 这时候小方急了 哎呦 紧张的都不行了 小方赶紧跟民警同志说 我想起来一件事 原来啊 在六月五号 凌晨十二点四十八分的时候 叶子呢 给这个小方啊 发过来一条微信 问你吃不吃什么呀 小方就说了不吃 你要带的话呀 就带一桶泡面 带点火腿肠吧 叶子呢 就回了一个恩 这是他们俩 最后一条信息 而这个红色塑料袋里面 刚好就是泡面和火腿肠 就很可能是叶子 埋给小方的 现在东西在 人不在 并且这东西 还胡乱的扔到了草丛里边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 这时候民警啊 就开始推测 说如果叶子在这儿 就发生不测了 那么 无论是争执 还是打斗啊 一定是从这个地方 就开始的 因为 肯定是把东西 夺过来扔到这儿 然后 无论是杀害叶子 或者把这个叶子 抢走脱走 一定是以这儿为起点 可是民警找了一圈 也没发现 什么其他的物品跟痕迹 这时候啊 就给叶子的父母打电话 说叶子回家了吗 没有啊 啊 叶子跟你们联系了吗 没有啊 那叶子去哪了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等于说一个大活人 就这么着 突然消失了 随着民警和小方 在这儿不停地查找 天色呀 也渐渐亮了 民警决定 要调查 叶子失踪之前的 活动轨迹 看看在失踪之前 有没有出过什么事 叶子呢 咱们说了 是在KTV里边 做公关经理 工作内容啊 就是给唱歌的这些顾客啊 介绍陪唱的女孩 有时候陪唱的女孩 人手不够了 自己呢 也会陪着唱歌 6月4号下午4点的时候 叶子离开家去上班 小方最后一次见到叶子 也是那时候 小方说走的时候啊 一切正常 但是跟小方说了一句 说今天呢 可能晚点回来 小方呢 也没在意 反正平时下班也不早 偶尔说有点事 耽搁一会儿 这也很正常 这一天呢 叶子下班 还真不早 12点下的班 和同事小敏呢 一起离开公司 离开单位 就一块回家 因为叶子家跟小敏家呀 住得很近 走路几分钟的事 俩人在路上走着走着 叶子饿了 就跟小敏说 哎呀 我饿了 咱们一块儿吃点饭吧 那行啊 就吃去吧 俩人呢 就找了一家 湖南牛肉面馆 一人吃了一碗面 吃完以后 叶子呀 就跟小敏就说了 说这样 你先走吧 我呢 得给我家小方啊 买桶泡面 这么着俩人就分开了 小敏呢 还看到叶子 就进了路边 一家还在营业的 小超市 小敏和叶子分开的时间呢 是凌晨一点钟 这也是最后一个 见到叶子的熟人 后来警方啊 又调查叶子的通话记录 发现在离开小敏之后的五分钟 又有一条通话记录 是叶子的同事 小曼打来的 后来民警就找到小曼 小曼说啊 我当时给叶子打电话 我就跟他说 我在酒吧呢 叶子就问我 你在那干嘛呢 我就跟他说 在这玩会儿 过来陪我喝会儿酒吧 然后叶子呢 就跟我说 我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吧 过了一会儿 叶子给小曼回电话的 说我不去了 今儿啊 太晚了 还得把泡面和火腿肠 给小方拿回去呢 哎 了解完了这些情况之后 民警和小方 更加坚定的认为 草丛里的盛着泡面 和火腿肠的这个红色塑料袋 很有可能就是叶子留下的 那么 在这十几分钟的回家路上 叶子能出什么事呢 他在KTV上班的当天 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呢 比如说跟谁产生矛盾了 跟谁闹了不愉快了 于是民警就又询问 KTV的同事们 同事们呢 说的都大差不差 都说叶子这人特别好 对同事也好 重情重义性格也好 工作表现呢 也很好 跟客人相处的也好 总之就是哪哪都好 没跟人有什么矛盾 性格比较随和 比较活泼 说他得罪人 跟谁有仇有怨呢 不可能 就在警方还在苦苦思索的时候 6月6号中午 也就是离小方报案 八个多小时之后啊 小方又打来电话了 说警察同志 叶子一定是出事了 说我在房顶阁楼上啊 找到了叶子随身的包 并且呢 还有两滴血迹 哎呀 小方这时候就开始慌了神了 民警呢 赶紧告诉小方 你啊 先撤出来 不要让任何人上去 保护现场 他们呢 租住的这个房子 是房东自建的 正儿八经的呢 是五层楼房 除了这五层之外 最下边啊 有那么一层是仓库 每层住着三户人家 小方和叶子呢 就住在三楼 小方啊 跟民警分开之后 回家呢 就又四处找了一遍 在上楼的时候 哎 就看到墙上啊 有两滴血迹 因为民警来这儿 搜寻的时候 是夜里 灯光很昏暗 那墙面呢 也不干净啊 黑漆麻乌的 所以呢 有这么两滴血迹啊 也看不出来 这时候是大白天呢 哎 小方呢 正好就看见了 不过这时候 他还在安慰自己 说因为毕竟 一层住三户 这么多层呢 住的人家多了去了 是不是有人手划伤了呀 或者流鼻血了呀 不小心甩到上面了呀 毕竟只有两滴呀 尽管如此安慰自己 但他依然压抑不住 内心的不安 这时候小方啊 就想上去看一下 因为周边的地方都找了 唯独 这栋楼的楼顶没去 他呢 就上到了四楼 在四楼那儿 他又发现了 不寻常的迹象 在那个楼梯扶手上 也有明显的血迹 并且地上 还掉落了一个隐形眼镜 因为叶子平时啊 就戴隐形眼镜 戴美瞳 这四楼吊的这个呢 跟叶子戴的那个 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哎呦 这小方这一下 心里边咯腾一下子 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越来越浓烈 一口气 就冲到了楼顶 楼顶呢 房东啊 夹盖了这么几个储物间 这个储物间呢 没灯 没窗户 特别的黑 小方 就摸着黑啊 四处找 四处看 发现在一堵墙旁边 有一个包 照理说上面是储物间 房东呢 放点包啊 放点袋子啊 放点箱子盒子啊 都很正常 可是这包 越看越眼熟 因为很黑啊 也看不清楚 小方呢 就把这包 拿到亮处 这么一看黑 果然是叶子的 叶子平时 天天背的那个包 上面 还有几滴血迹 民警呢 随后也就 赶了过来 这时候 警方判断 叶子遇害的可能性 更大了 现场阁楼呢 一共是四间 在其中一间呢 警方呢 就找到了 小方说的那个包 这包上 确实 有几滴血迹 拿着强光手电 再继续找 在距离这个包 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件 女士的胸衣 小方一看 没错 这也是叶子穿的 可是找遍了 整个小屋 都没有发现叶子 这楼顶啊 除了这个储物间之外 还会通往 楼顶的平台 等到了平台之后 发现平台上 也有血迹 并且还有一个 女士鞋的搭扣 就那种寄扣的鞋啊 那种搭扣 在平台的一个角落 还发现了一只 女士鞋 小方再一看 是啊 也是叶子的呀 离这鞋不远的地方 还有女士的 内衣内裤 当然 内衣内裤 还是叶子 既然这里 有叶子的包 有叶子的血迹 有叶子的内衣裤 那么这就证明 尸体应该离着不远 可是 搜遍了整个楼顶平台 也没有发现尸体 也没有感觉 哪个地方 可能是藏尸的地方 找半天 都没找着 那么有没有可能 叶子此时 依然还活着呢 如果活着 他在哪 如果死了 他的尸体 又被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过了 警方呢 在叶子租住的 那个居民楼的 楼顶 储物间里边 发现了叶子的包 上面呢 还有血迹 穿过这个储物间 到了这个楼顶平台上 又发现了 女士鞋的搭扣 女士鞋 以及叶子的 内衣内裤 找到这些东西之后 警方就判断 叶子的尸体 应该离这儿不远 可是乍一看 并没有藏尸的地方 难道叶子 并没有遇害吗 或者说尸体 又被转运到了 其他的地方吗 民警呢 在楼顶平台和储物间里 搜索了一遍 可是没有找到 在民警搜索完 准备撤出来的时候 就在五楼 进入储物间的地方 有三个大箱子 民警呢 随手就踢了踢 这三个箱子里边啊 两个是空的 另外一个呢 装着半箱子石灰 民警也没在意 就接着往外走 这时候法医叫民警 说队长 过来看一下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这时候民警过来啊 拿着手电罩着 就又看了看 里边除了石灰之外呢 有一块鹅卵石 然后伸出胳膊去 就进去摸摸 可这一摸 发现不对劲 哎呦不好 这是人的手臂 赶紧就开始清除 这个大箱子里边的石灰 把石灰清除之后 叶子赤身裸体的 在纸箱里呢 此时啊 已经遇害了 小方呢 后来给警方展示 叶子和他发的微信 从这聊天记录里面呢 能看出来叶子和小方之间的感情 非常的好 小方说了 我之前呢 一再跟叶子说 你是会陪我走下去的那个人 我也会陪你走下去 我不会丢下你 我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 叶子给小方发过来 小方 小方回了一个 说 小方你爱不爱我呀 小方就回了一个 哎呀 叶子赶紧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 因为我好爱你 我喜欢你看着我笑 抱着我 可是 此时此刻 如此恩爱的一对情侣 阴阳两隔 后来叶子的妈妈也说 我伤心呐 我都没有眼泪了 我哭不出来呀 我十九岁的玩儿啊 你们说惨不惨忍呢 我受不了啊 叶子呢 家住黄岗郊区 距离市区呢 也就是十来公里 初中毕业之后啊 就出去打工了 据叶子的父母说 叶子特别的乖巧 每天都会打电话回来 和爸妈聊聊天 叶子的爸爸说 叶子总会跟他说 爸爸你想我吗 有时候有事 回不了家 他就会和爸爸说 爸爸 我不给你看 让你多想几天 六月四号晚上 他又给爸爸打电话 他说爸爸 你想我吧 就说想你啊 你也不来 给我看一下 我明天下午就回家了 六月五号这一天 叶子的父母 都在等着叶子回家 可是没想到 最终却等来了 自己的女儿 遇害的消息 叶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啊 叶子还总是跟他们老两口说 妈 只要把你病治好了 我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都情愿 看到这么懂事的闺女 这民警的心里啊 也不是个滋味 到底是谁 把叶子置于死地 在当场的民警技术人员呢 就把这个物证啊 都提取了 送到了检验中心 来进行检验 现场叶子 那个钱包里面 现金都被拿走了 看上去啊 像一起尾随抢劫杀人案 可是他们租住的居民楼呢 没有摄像头 外面的马路边上呢 因为是成交嘛 也没有监控 无法提取视频信息 这时候民警 根据多年办案经验 判断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一般尾随性的案件 都会找好下手的地方 像那种荒郊野岭啊 贝街小巷啊 找这种四周无人的地方 作案之后呢 这个得不到求救 这样他才有机会逃跑 而这个案子不像 根据这个居民楼里的血迹来判断 这栋居民楼 应该就是案发现场 一般情况下 在居民楼抢劫杀人的 不多 因为一旦受害人呼救的话 旁边住户出门一看 这凶手无处藏身 跑不了 根据血迹啊 警方认定 他们是从三楼开始 就有了打斗 一般抢劫杀人之后 赶紧就逃离现场了 不会说故意的 再去浪费时间处理尸体 并且 叶子尸体藏匿的地方 也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个储物间呢 是房东啊 自己建在这个楼的顶层的 一般楼房没有这样的储物间 那么凶手是怎么知道 楼里有这个储物间呢 并且他的尸体呢 还用石灰粉盖上 装在这个大纸箱子里边 他怎么知道楼上储物间 有石灰 有纸箱子的 他怎么知道 会有这么多的东西 并且作案的时候 是后半夜 这个楼顶储物间里边 也没灯 也没窗户 黑漆马屋根本看不见 是怎么藏尸的 综合这一系列的细节 警方推断 凶手有可能是熟人 或者是熟悉现场的人 这栋居民楼里边呢 一共有15家住户 基本上都是附近两所大学的大学生 在外边租房子住 民警呢 对这15家住户一一走访 一来呢 是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二来呢 就是调查一下 凶手会不会就住在这栋楼里 叶子家楼下的邻居啊 叫小菜 是一个女孩 小菜跟民警说 我可能见到了凶手 她说那天晚上 我睡到一点半 突然呢 外边就传来女孩子的哭声喊声 我就吵醒了 可外边太黑了 又太晚了 我呢 一个人住 我胆子也小 就不太敢看 过了差不多十来分钟 隔壁住的两个男孩子回来了 我听到开门的声音 我就找那两个男孩子 让他们陪着去看看 我们三个人呢 就出来 上楼上到了三楼四楼拐角那儿 看见呢 有一男一女 女的坐在地上 男的呢 从后边搂着她 灯光很暗 看不清长相 反正 这女孩子呀 就是长头发 衣服上呢 是那种带斑点的衣服 你看 小菜 这一段话语里边 有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 是在三楼四楼拐角那儿 看到一男一女 坐在地上 而三楼四楼拐角那儿 正是小方最早发现 墙上有血迹的地方 第二个细节 说看到的这个女孩子 穿的衣服上边是带斑点的 这和警方发现叶子尸体时 被扔在地上的衣服 是一样的 小菜当时啊 还跟这一男一女 打了招呼 问了问 这怎么了这是 那个男的呢 还拍了拍 坐在地上的这个女孩的背 没事没事 她喝多了 小菜他们仨人呢 就以为这是情侣 可能是吵架了呀 不开心了呀 所以就没多想 就回家了 因为天黑 所以这个男人的长相 他们都没看清 反正就知道 这个男的 短头发 偏瘦 说话呢 是说普通话 这时候民警啊 更加坚定了 熟人作案的推断 为什么呢 小菜他们仨人都过去了 都问出什么事了 叶子都没呼救 这就证明 叶子和这个人之前就认识 如果是被胁迫的话 好不容易来人了 过了这村 没这地儿了 那肯定是马上呼救我 他是坏人 赶紧救我 而据小菜他们说 坐在地上这一男一女 特别像是刚刚争吵完的情侣 这时候警方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叶子的男朋友 小方 叶子呢 是六月五号 凌晨一点多失踪的 而小方一直到了六月六号 凌晨三点才报案 乌漆麻黑的 后半夜找人 民警这个寻找 走访工作都非常困难呢 大伙都睡了 你去找谁了解情况去 所以民警认为 小方这个时间点报警 这就是故意是乱子 当然了 小方的另一个举动 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一般情况之下有事了 怎么报警啊 拿电话110报警 可他不是拨打电话报警的 而是步行 自己走到了派出所报警 那么 小方背后 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 是不是凶手呢 后来民警啊 也就找来小蔡辨认 你看 这个男的 是不是当天你见到的 那个男的呢 小蔡说天太黑了 没法确定 之前报完案之后啊 小方都表现得很着急 发现叶子尸体之后 小方更是瘫坐在地上 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上去很爱叶子 那么事实是这样吗 经过民警走访之后 发现事情不完全是这样 具住隔壁的邻居反映 说小方啊 经常打叶子 骂叶子 小方跟叶子怎么认识的呢 他们呢 就是在叶子工作的 KTV里认识的 小方啊 当过两年兵 回来之后呢 摸爬滚打 当时在KTV认识之后 叶子看这小方 长得帅气啊 小方长得其实 是挺不错的啊 于是呢 叶子就主动追求 小方感觉叶子也不错 哎 这姑娘挺漂亮 性格挺活泼 那 于是俩人呢 就在一块了 就成为情侣 住在一起了 而在警方调查小方的时候 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小方啊 曾经被处理过 怎么回事呢 2012年的时候 警方抓到小方吸毒 就对他进行了 强制戒毒处理 不过吸毒人群呢 强制戒毒之后 复吸的概率很高 再者呢 吸毒之后人会有幻觉 疑心会变得特别重 那么有没有可能啊 是吸毒之后 小情侣发生了争吵 继而 在幻觉的状态之中 把叶子给杀死了呢 后来 为了伪造现场 所以把小方 钱包里的钱拿走了呢 这时候 民警找小方问询 针对的还是 他的报案时间问题 为什么六月五号 不见人了 六月六号 你才报案 小方也有自己的解释 他说报警啊 不是儿媳 好比说我女朋友 要是在别人家里 我要报警 那我就是浪费警力啊 我得是真找不着她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才报警啊 我发现叶子失踪之后 我一直在找她 我一直找到了六号凌晨 后来我越来越感到不对劲 我才报警的 那么 你有没有打骂过叶子呢 针对这个问题 小方是矢口否认 他说我从来没打过 从来没打过 即使 两个人吵架了 打架了 我们都是很快和好的 并且都是我道歉 情侣在一块 多多少少都会有吵架什么的 不可能没有吵架的 哪怕吵架 我自己不吱声 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 过去就过去了 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严重 这时候民警问了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 出事当晚 你人在哪里呢 小方啊 跟民警同志说 那天晚上 我在宾馆等着 等着等着呢 就睡着了 哎 这儿可就又出岔头了 咱们在上期节目 说过一个细节 在六月五号凌晨十二点四十八分的时候 叶子呢 给小方发了个消息 说你吃什么呀 小方说不吃 你要买呢 就买桶泡面 买几根火腿肠回来 这时候小方是让叶子买这些东西带回家来的 并且那塑料袋里装的泡面和火腿肠 也是在他们租住的这个家附近的草丛里被找到的 而此时此刻 小方在宾馆并不在家 让女朋友买东西回来吃 她自己没回家 这是为什么呢 小方说呀 是想回家的 可是呢 当时叶子给我发信息问吃什么 我告诉她买泡面之后 太困了就睡着了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七点 我就直接回家了 那你七点才回了家 中途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呢 还有你为什么会住在宾馆呢 小方说 我之所以住在宾馆呢 是等一位朋友 两个月前呢 我朋友借了我五千块钱 之前呢 一直就没还我 最近这手头也紧 我就找她呀 去拿自己的钱 当时借钱的时候 我就瞒着叶子了 我怕她不高兴 我不想回到家里 然后跟我朋友要钱 让叶子知道 作为男人嘛 也好面子 所以呢 我就在外边 订了一家宾馆的一个房间 在那儿等我朋友 后来警方呢 就找到了小方所说的这位朋友 这个人呢 跟小方是战友 这个战友呢 也说了 当天晚上确实约好了 在宾馆见面 可是实际上 他们俩人之间 没有任何的债务纠纷 哦 他这战友去那儿 也不是为了还钱的 那么他们俩约在宾馆干什么呢 叶子的死 会不会和他们有关呢 而此时 楼道提取的血迹 衣服检测的结果都出来了 而这个检测结果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咱们上期节目说到了 警方啊 找到了叶子的男朋友小方 以及小方的战友 案发的当天晚上呢 小方啊和战友 约在宾馆见面 小方说的是 战友欠他五千块钱 他去找战友要钱 而战友却说呢 我们实际上 没有任何的债务纠纷 去那儿也不是还钱的 那么 他们去那儿 到底是做什么呢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小方的战友沉默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警方的问话 而此时 楼道提取的血迹 还有死者叶子衣服的 检测的结果都出来了 这时候啊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 出人意料 墙上的那血 并不是叶子的 而是一个男性的 法医通过尸检 也给出了结果 说受害人叶子 在生前有过性行为 在叶子体内提取到的精液 和墙上的那血迹 是同一个男人的 叶子的衣物上呢 也留有凶手的DNA的信息 其实在这儿啊 给大伙 多说两句啊 现在为什么 恶性案件的 侦破率很高 侦破速度很快 就在于 侦破技术 在日新月异的发展 只要凶手和被害人 有过接触 不管你采取 什么样子的伪装 警方也一定可以在现场 采集到你留下的 独一无二的痕迹 就可以锁定是你 咱们再说回这起案件 根据现在掌握的 种种线索 警方做出判断 第一 叶子在生前 遭到了性侵害 第二 凶手受了伤 并且流有血迹的人 应该就是凶手无疑 随后啊 民警 把这个采集到的血样 同公安部的血样库 进行比对 发现并没有符合的 也就是说呀 这个凶手 之前应该没有过前科 那么到底 凶手是不是叶子的男朋友小方呢 比对一下小方的DNA 就一切都明确了 可是当提取小方血样的时候 小方迟疑了 不愿意配合 并且啊 他对那天晚上的行踪 说不清楚 神情非常的慌张 这时候警方更加怀疑小方 如果小方不是凶手 那他在害怕什么 他现在又对警方 隐瞒了什么 后来DNA的比对结果 还是出来了 小方 与凶手留下的血迹 经验以及DNA的信息 比对并不吻合 也就是说小方 并不是犯罪嫌疑人 可是他慌张什么呢 他有没有参与作案呢 随后 小方的尿碱结果也出来了 发现呢 在小方的尿里面 含有毒品的成分 原来 当天晚上 小方啊 是拉着战友 到宾馆里边去吸毒了 这也就是他隐瞒的原因 警方呢 也对小方和他的战友 采取了强制措施 既然不是小方 凶手到底是谁 叶子呀 是歌厅的公关经理 也可以说是 赔偿小姐的一个领班 接触的人呢 是形形色色 非常的复杂 民警呢 耗费了大量的 人力精力时间成本 排查叶子一到两个月之内 所有的联系对象 这时候民警发现 在遇害前一天 也就是六月四号 这一天中午的时候 这个叶子的QQ上啊 有一个人给他留言 说我来找你 这个人 网名叫 世事难料 叶子呢 并没有回复 这世事难料是谁 他为什么要来找叶子 这时候通过走访叶子的同事朋友 得知啊 这个世事难料 并不是普通的网友 而是叶子的一个追求者 对他追得非常的紧 这个人 这个人呢 姓黄 是武汉人 就在KTV认识的 第一回 这黄某来到KTV唱歌 一看到叶子 就有好感了 哎呀 这姑娘怎么这么漂亮 啊 并且性格很好 很活泼 于是啊 为了给叶子捧场 就经常来唱歌 5月27号的时候 是叶子的生日 这个黄某呢 还专程从外地赶到了黄刚 给叶子庆祝生日 还送了叶子一大树玫瑰花 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可当场小芳也在呢 小芳这个气呀 怎么着 一男的过来给我女朋友庆祝生日 还当着我的面 送她玫瑰花 还向她表达爱意 你把我放哪儿去了呀 啊 回家之后跟叶子 这一顿吵啊 叶子呢 也确实爱小芳 俩人感情很好 于是和这个黄某啊 就保持距离 电话一改不接 短信一改不回 该姗姗啊 该除除 就是单纯的 百分之百的 坚决的 贯彻到底的 拒绝的 可这个黄某 依然是紧追不舍 那么 有没有可能是黄某求爱不成 于是 强奸杀害了叶子呢 二话不说 警方 立刻找到了黄某 找到他之后啊 黄某说 六月四号晚上 我一个人在家呢 那有人给你证明吧 我 我一个人在家 谁能证明啊 没别人啊 行了 别的也甭多说了 查DNA吧 过了几天 这DNA的比对结果 出来了 最终证实 这个黄某啊 还真不是凶手 DNA 比对 不吻合 警方又开始 对叶子的亲戚 朋友 同学 同事 进行排查 都没有结果 这时候啊 有警察同志 就提出来了 难道不是熟人 作案吗 会不会是 陌生人随机 作案呢 其实民警呢 一直也没放弃 这另外的可能啊 之前咱们说过 叶子和小方 租住的这个房子 没有监控摄像头 外面呢 也不是大路 就一条小路 也没有监控摄像头 民警啊 就在这条路上 挨家挨户的 走访商家 你们家有没有监控头啊 你们家有没有 摄像头啊 问了这么一圈 有一家叫 伊甸园的宾馆 说 我们家呀 真有监控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呢 就是正对着 叶子回家的 这条路的 离被害人叶子家 距离不到50米 这段路 只有这个摄像头 是离叶子家 最近的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 民警看到 在6月5号凌晨 1点13分的时候 监控画面上 叶子走过来了 手上拎着一个 红色塑料袋 也就是那个 装着泡面 装着火腿肠的塑料袋 警方注意到 在叶子旁边 还有两个人 在他身后 保持着 不远不近的距离 第一个人呢 走了几步 就拐入盲区了 监控摄像头 就看不到的 再隔了有个 十秒钟左右吧 另一个年轻人 尾随在叶子的身后 那么他们会是凶手吗 这个伊甸园宾馆的摄像头啊 是叶子从这条路回家 所碰到的最后一个摄像头 这段监控录像 也是叶子留在人世间 最后一段影像 警方决定 顺着这条路往前找 看还有没有 其他的监控录像 往前找的时候呢 有一个宾馆 叫伊人宾馆 伊人宾馆啊 也有监控录像 在伊人宾馆的监控录像里 也发现了叶子的身影 并且叶子的身后 依然是那两个人 一直在跟着他 可是啊 在案发现场墙面上 留下的那血迹 以及叶子尸体内 所提取出来的精叶 还有衣服上沾染的精斑 都是同一个人的 应该是单人作案 那个叶子楼下邻居小菜 当时他们三个人上去 在楼道里看见的 陪着叶子的 也是只有一个男人 并且警方横检员 在现场检查的时候 也没发现有其他人的足迹 警方觉得最大的可能性 依然是单人作案 那么会不会凶手 就是监控录像里 这两个人其中之一呢 首先警方找到了 那个拐入盲区的那名男士 他说他呀 住在叶子家附近 当时晚上抽烟 把烟抽没了 出去买烟去了 刚买烟回来 买完就回家了 警方对他呢 也提取了DNA 进行了检测 经过最终比对 他并不是 那个犯罪嫌疑人 除了他之外 另一个尾随在叶子身后的男人 是谁呢 因为监控录像不清晰 路面上灯光又比较昏暗 看不出来 小方以及叶子的亲戚朋友 都去辨认了 都认不出来 就在警方无从下手的时候 一人宾馆的老板呢 打过来电话 说民警同志啊 来一趟吧 我找到那个人的踪迹了 警方赶紧赶到了一人宾馆 原来据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凌晨两点四十分的时候 这个摄像头再次拍到了这个男人的身影 并且 他是直接返回到了一人宾馆 也就是说 这个男的 在一人宾馆住过 六月四号晚上 他就是在这住的 从一点十三分这个男的出来 到两点四十这个男的回去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足够他强奸杀害受害人 并且藏尸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方 就是一人宾馆五楼的监控摄像头 对着楼道的那摄像头 两次被动过手脚 凌晨十二点四十分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男的赤身裸体 跑到摄像头之前 把这个摄像头的方向啊 就给转偏了 就拍不到楼道了 当然呢 拍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 但是这么看着啊 很像 路边的那个摄像头 拍摄到的尾随叶子的那第二个男人 到凌晨两点四十一分的时候 五楼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呢 再次转动 但是这回没有拍到人 没拍到是谁干的 再一联想 那个男的是两点四十回的宾馆 正好一分钟上楼 上了楼之后 把这摄像头又给转了一下 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 没人说在宾馆睡觉睡得好好的 凌晨两三点定个闹铃 出去转一下楼道摄像头吧 他不可能啊 这不闲的吗 于是警方这时候更加确定 这个人应该就是作案嫌疑人 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警力都围绕此人展开调查 根据摄像头指向 这个男的应该是从505号房间出来的 赶紧调查前台的登记信息 发现呢 505号房间当天入住的客人登记的是金某 可是找到金某之后 警方就愣了 什么情况啊 是个女孩子 柔柔弱弱一女孩 为什么住的是个男的 登记的却是女的呢 这更可疑了呀 那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呢 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讲到了 在一家宾馆的监控摄像头里啊 发现了叶子的身影 并且在叶子身后 还有人尾随着 其中一个具有高度嫌疑的青年男子啊 多次在监控摄像头里出现 并且根据监控摄像显示 他当天晚上是住在一人宾馆的 而就在这同一天 就在案发前后 这个男人所住的五楼 那个监控摄像头 莫名其妙的被人 两次转动翻转 民警在一调查 当时入住的登记信息 嘿 住的是一男的 可登记的是一女的 这人到底是谁呢 他是不是凶手呢 这时候 继续调取前台摄像头 在前台的监控录像呢 又见到了这名男子 六月四号中午十二点三十五分 他在另一名男人的陪同之下 来到前台办理入住 而陪他的这个男人 黑老板娘认识 常客 这个人 姓赵 民警呢 就找到这位赵某 说这人你认识吗 我认识啊 他和你什么关系啊 我一朋友 他叫什么呀 甘美喜 哪的人呢 红湖人 原来赵某啊 是用自己女朋友 小金的身份证开的房 晚上呢 还一块吃着饭 吃完饭之后 晚上十二点二十 把这甘美喜呢 送回宾馆 之后他们就没再见面 说甘美喜啊 喝了很多的酒 后来去了哪儿 也不知道 现在甘美喜在哪儿呢 说应该可能 是回洪湖老家了 民警找到甘美喜啊 没费多大的劲 他呢 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至此 真凶终于找到了 凶手就是这个甘美喜 可此时还有很多的疑问 他为什么要杀害叶子 为什么要在楼道作案 作案之后 为什么不立刻逃离现场 他又怎么知道 楼顶有储物间可以藏尸 据甘美喜自己供述 他呢 案发当年是24岁 是两岁孩子的父亲 没有稳定的工作 他的父母啊 在农贸市场 做蔬菜批发的生意 他生活呢 就是一直向父母要钱 来维持生计 找不着工作 他说了 我也不是找不着工作 我就眼光高 他说其实我找工作 也一点不困难 关键就是待遇 民警还问他 说那你想挣多少啊 他说怎么着 也得万八千的吧 一个月挣不了一万块钱 生活不会很好的 就这么一个祸啊 自己什么都不会 这事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 处处还跟父母要钱 自己过日子呢 有了孩子了 也不知道自个出现 去努力的为生活打拼 还想着一个月 我能挣万八块钱就够了 那你去挣去 甘维喜案发半个月之前 还和家人大吵了一架呢 父母就跟他说 说你啊 也这么大了 应该自食其力了 妻子呢 也劝他 说你啊 找份工作吧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以后啊 这生活压力更大 你看 正常的父母妻子的关心 对吧 对他的督促 可是甘维喜就觉得 他们是嫌弃我 他们是看不起我 一气之下 偷着在家里边拿了一些钱 去武汉住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 什么都不敢 吃吃逛逛睡睡玩玩 把钱就全花光了 这时候突然想起来 诶 赵某还欠我两千块钱呢 就给赵某打电话 诶 你不欠我两千块钱吗 你把钱还给我吧 赵某说了 这样 我呢再还钢呢 你过来 我在这边做工程呢 你先过来再说 六月四号 甘维喜 就到了还钢 赵某呢 也跟他说 说兄弟啊 最近手头呢 很拮据 嗯 一时半会儿啊 先还不上 缓缓再说 中午的时候 就请甘维喜吃饭 哎呀 这半个月的窝囊经历啊 再想想自己的父母老婆啊 还嫌自己不挣钱 我才多大呀 我还不到三十呢 我还是宝宝呢 我不挣钱 不是应该的吗 一郁闷 喝了一瓶白酒 一个人一瓶啊 就去一人宾馆呢 开了一个房间 晚上呢 赵某一个朋友过生日 就又把甘维喜叫过来了 一块庆祝庆祝吧 在晚上的饭卷里 他又联合了十多瓶啤酒 这个喝完之后 一群人呼呼啦啦 呜呜呜呜呜呜的 又去唱歌 到了KTV 这酒也少不了啊 又是一顿喝 又喝了不少 后来甘维喜啊 自己还说 而我当时喝多了 一起吃饭的人 人都有女朋友 要不有妻子 一对对都挺甜蜜 凭什么就我的媳妇 那么看不起我自己呢 他在KTV喝完酒之后 被赵某送回一人宾馆 躺在床上 是边躺着 这心里边郁闷啊 为什么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我一个月 就挣不了个十万八万的呢 得了 出去散散心去吧 一下楼就看见叶子了 一看见叶子之后 他一想 谁说我不能挣钱 我也能挣钱呢 怎么挣啊 打劫 甘维喜说一开始啊 就是想单纯打劫 一路就跟着这个叶子走 一直跟着到了叶子租住的 那个住宅楼的楼道里 上到二楼的时候 追上叶子了 叶子这时候打声的呼吸 你干嘛呀 救命啊 拉扯着 就上到了三楼 甘维喜呢 怕惊动 街坏四楼 于是就拿手捂住了叶子的嘴 叶子一着急 抗尸一口 就把甘维喜的手啊 给咬破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三楼那墙壁上会有血迹 这时候叶子还在呼救 叶子呢 坐在地上 靠在墙上 甘维喜说呀 那时候 这个女孩的那种状态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看见 都会认为是喝多了 说死吧 没死呢 可是呢 她这个上气不接下气 晕晕乎乎 说不出话来的这个状态 特别像醉酒状态 甘维喜就装了一下 啊 就 我女朋友喝多了啊 没事没事 把小菜 他们就骗过去了 之后啊 甘维喜觉得这楼梯间太危险了 啊 这家伙这会上来三个 一会上来五个 活得了活不了了啊 就上了楼了 到了楼上一看黑 有一储物价 就要强行和叶子发生关系 这时候 叶子稍微缓过点劲来 又玩命的反抗 甘维喜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活生生的 就掐死了叶子 随后又强奸了叶子的尸体 强奸杀人之后 他没忘记自己这趟来是想干嘛的 我是要打劫的 把叶子钱包里的钱就拿走了 随后把叶子藏在纸箱里 又在上面撒上了石灰粉 做伪装 案件侦破之后 叶子的父亲说 太残忍了 我和他妈不会放过他 要以命抵命 原来啊 叶子每天晚上会给父母打电话 叶子被害之后 他的父母 依然到时间了 就会拿出来手机看一看 有一回叶子的妈妈 拿手机 拨打叶子的电话 对方提示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妈妈这才想起来 女儿已经被人害死了 为了怕叶子的妈妈受到更大的刺激 叶子的父亲呢 把叶子生前的衣服就都烧毁了 但是叶子的房间里啊 摆着两个他最喜欢的娃娃 叶子的妈妈说什么 也不让叶子的爸爸拿走 就感觉这两个娃娃摆在床上 就好像自己的女儿还会回来似的 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啊 很多叶子老家的村民们就问 说他在最后反抗没反抗呢 说反抗了 反抗的很激烈 村民们都说 他这么做是对的 其实呢 在很多女性遭受性伤害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观点啊 就女性哪怕死 也要反抗到底 这样 你才能保护住你的真操 其实啊 陌生的关系 在这种公共场合 不管你反没反抗 不管叫没叫喊 对方都构成强奸行为 无论在任何时候 遇到危险都是生命至上 只有把生命保住 才能去追究 违法者的责任 去讨回自己的公道 当然 对于旁观者的我们来说 尤其针对 女性受害案件里 不要始终戴着 有色眼镜去看待 不要认为说 你的职业是什么什么 那你就是活该的 那你的穿着是什么什么 那你就是活该的 为什么有的人始终要坚持 受害者有罪论呢 这是对受害人的不公平 当然在这儿 也给所有的女孩子们 做一个安全提醒 很多女孩子 随着现在工作压力加大 经常会假夜班 下了夜班 或者是晚上出门 都要有一个高度的警觉 像在这起案件里面 这个肝尾洗 一直是尾随着叶子的 但是叶子呢 并没有注意 尾随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她都没有发现 如果女性朋友们 在深经半夜的时候 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的时候 假如说觉得不对 你呢 不妨到了家门口楼道的时候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先站在楼外 打个电话 对吧 我有事下来接我一下 行吗 这也是给凶手 给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的 一种震慑 再一个呀 女孩子 夜晚的时候 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 无论如何 找到一个同伴 那么危险系数 就会大大的降低 当然最终肝尾洗 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16年8月份 肝尾洗 被执行死刑 消失的女友 就为大家讲述完了 更多节目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